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料都在我手上呢 海滩豪华时日游 七星级酒店 还有你最爱吃的大暴雨 没错 加的比空冰都来了 你要包机呀 太有才了 太有魄力了 太没问题了 你放心 我会找人尽快把资料送到你手上 来 感谢你支持我们工作 好嘞 好嘞 一定的 好的 好的 演戏呀 我又谈了你大声 你怎么这么玩意了 让我记忆 我从早上起来忙到现在 一口东西都不吃 我给你点的 喝了吧 妈咪语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 咱们俩是不是已经分手了 你说分手就分手啊 分手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了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 不是我想怎么样 你别老动不动 就把分手这两次挂在嘴边上 不就闹点小矛盾吗 狼来了说多了就没意义了 我告诉你 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 就如同天上有个太阳 到了晚上也会出现月亮一样 是永恒不变的 我是你未来的老公 是陪你走完人生路的雄性动物 明白吗 你也太搞笑了吧 我说你是不是刻不见多了 嘴皮子也溜了 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咱们俩分分合合已经三年多了 我都累了 再加上冷战期 咱俩几乎没什么时间在一起 别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爱情的疲惫期 疲惫期你懂吗 你不愿意看见我 我也不愿意看见你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 但是不是我 我还在爱情的兴奋过程当中 我现在为了我的将来每天都在努力拼搏 我 我很忠诚 忠诚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问你 昨天晚上你去吗 是不是又搂着那个漂亮姑娘在客厅混呢 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你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来了姑娘吗 我昨天喝大了 我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 我在陪客户 咱们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一年旅游经费十几万呢 人家叫我去我能不去吗 我都快喝到位出行了 逢场做戏 这 在我现在面前败着两条路可以选 要么结婚 要么分手 我觉得我改变不了了 所以我选择了分手 至于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是不得 不得 人心 人心 你这人是不是挺明镜的 我上个洗手间里你要跟着我 干吗老顶着我 干吗老顶着我 再这样我报警呢 你报啊 你看警察管不管 不能够 谁叫你是我前妻呢 谁叫我忘不了你呢 谁让你有足够大的吸引力吸引我呢 公星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说什么难听话了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想让我回头 除非地球不转了 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看魏力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相信 早晚有一天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你太自信了吧 我还想长着翅膀飞呢 能长吗 能飞吗 感情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我真的不会再回头了 你知道我离婚当天 做了件什么事吗 我跑到北海大哭了一场 我哭的不是你啊 我不是舍不得你 我哭的是我自己的 我真的是太傻了 太草率了 我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 一个大错 我不应该嫁给你 素素我知道你恨我 我知道你恨我背叛 可是我也毁 你不用毁了 全都翻篇了 都过去了 真的 你现在对我来说 就是一段已经抹去的记忆 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 就好像什么呢 打个比方吧 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 不小心摔了一跤 爬起来再走呗 你觉得他长大之后 会记得这一跤吗 不会了 早忘了 素素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这是两码事 那是一场婚姻哎 对我来说道理都是一样的 公文心 别再让我看见你 就是你对我最好的报答 好 何必 芸汐 你怎么又来了 想要掳获美女的芳心 必须要穷追猛打才行的嘛 你来给你看样东西 你看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你对我说 你一直都像我那种 天荒地老式的爱情 不管它是钱多还是钱少 只要能够彼此相爱 幸福当老就行了 这张画 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在海南岛 我记得那天 你正带着一群游客 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我就这么远远傻傻地看着你 但是你呢 却完全无视我的存在 还有这个 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在北京 那天我记得雨下得很大很大 你个身上都被雨淋湿了 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于心不忍 就把你送回家了 叶欣 我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能好好地爱你一次 那莎姐还没有回来呢 那莎姐还没有回来呢 没事吧 我等一等她就好了 何必 我一定要成为这家的女主人 一定 您的阿菲请慢用 好 阿姨 早来了吧 没有 阿姨您还没到 我就先坐下来 阿姨您别见怪 哪能呢 自家人吗 坐 真的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没有 家里的咖啡很好喝 喝着喝着就出了神 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 是吗 我你进的这个家的门 天天让你喝 不过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都不愿意跟老头老太太住在一起 是吧 阿姨您这话说得也太早了 这个门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得来呢 你已经得到了我这个未来婆婆的首肯了 谁还感受不完 还能有谁啊 说的是何度 我也是无意间听别人说的 有个小导游 总缠着何必 什么小导游 听说为了跟何必在一起 连自己的未婚夫都给甩了 什么 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现在才来告诉我呢 好 您好 您所拨戴的电话是关系 你还知道什么 一五一十都告诉我 也不知道什么其他的了 只知道那个女孩名字叫燕熙 燕熙 一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不是一个什么好女孩子 您放心吧 我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 钱秘书是我 我有一件事情 希望你能尽快地帮我查证一下 坐 苏苏 我就开门见山了 你跟燕熙是好朋友 都是闺蜜 无话不谈 所以 我想问问你 她跟我替朱分手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 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是不是 她在外面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这男的是谁啊 干吗的 没事我 我不会把你跟我说的话再告诉她 我会替你保密 你 室友 那个人叫何碧 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他是何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谢谢 那 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那 那 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韩素素 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好 好 我到了 回去吧 都已经到你家家门口了 怎么也不请我进去坐一坐 别坐了有什么好做的 非要让我妈误会才开心啊 下次吧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 慢点啊 知道了 嘩 嘿呼 年纪 没人谁啊 看你不关心不算 嗯 朋友 怎么了 朋友 我怎么不认识 你当然不认识了 新朋友 够坦诚的 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我们俩没必要 再这么纠缠下去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一个做事 这么果断的人 茗玉 我们真的不合适在一起 我之前不是没有努力过 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 我们俩的矛盾就这么严重吗 亲密放了我 谁啊 来了 这么晚了 谁啊 谁说 这么晚了 你跑我家来干吗呀 人家没人啊 我妈还在店里 没回来呢 喝回唐明宇 来 我愿意啊 还不是为了你 怎么了 马明宇又在歌厅鬼混了 喝得烂醉 小张一把她送回去的 不然准出事 得亏我在旁边陪客户吃饭 看得清清楚楚 我才特地快来告诉你的 她这不是头一回了 她却那样子 狗改不了吃水 反正我是铁了心 要跟她分手 你说分就分呀 人家答应吗 分手是要讲究技巧 你懂吗 你就应该现在跑过去 当场抓住她的把柄 然后立干净跟她说分手 她肯定没玩话 就你们俩这样的 你说分 她说不答应 分分合合扯来扯去 只有扯多久 有意思吗 有结果吗 素素 你老实说吧 你是不是晚上喝酒了 你该不会大老远 跑到我们家来 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吧 我跟你说 我就算不抓她的线细 我也肯定会跟她分手的 我们俩真的有太多地方 不合适了 我刚才还在网上查呢 我们就连那个血型 星座还有属相都不合 都犯冲呢 那听你这意思 你是要跟她分手分定了 那当然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是铁了心了 真的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都十二点了 要不你今晚就住我家吧 算了吧 我别住了 你妈还得回来呢 好不容易谈一礼拜天 我回去睡吧 跟你睡一块怕你骚扰我 那好吧 到家别忘了给我打电话啊 我送你 小心被劫色啊 拜拜 马明雨 我跟你分定了 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 我终于下定决心 跟马明雨分手了 消耗了三年 分手六次 分手的事儿 我疼不疼吗 我答应了你 你爱答应不答应 反正咱们俩不合适 为什么要强求下去呢 李希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 不是我心狠 是我们在一起 我不幸福的话 你也一样不够快乐的 明雨 对不起了 燕熙 还不起来 燕熙 燕熙啊 你怎么还不起来呀 你看几点了 你不是要上班的呀 起来起来了啊 谢谢 天哪 你看着你这个窝儿乱的 你快点起来了 那怪谁呀 我到哪儿 你跟到哪儿 这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 你看 等到将来我回老家的时候 人家问我 你女儿在什么地方呢 我说在北京呢 多光彩啊 虚荣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我立马就陪你找去 找个十个八个回来 还叫你慢慢跳 让他们排成一条长龙 给你演戏行不行啊 你呀 不会好好说话 这皮球看你要不改的话 将来怎么嫁得出去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我还不想嫁呢 不就是个男人吗 有那么大方 我给你找一炉筐回来 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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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男朋友 这个马铭鱼 算什么男朋友呀 和和纷纷的 不知道搞些什么 没看的 要我看看 也好了 去 去 叶希 你怎么才来呀 你玩疯了吧你 怎么了 怎么又玩疯了 我又没迟到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你知道吗 公司要裁人的 你是第一个 你要被裁掉了 什么 我被裁掉了 为什么呀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没犯什么错误 你这还问吗 马铭鱼干的 你说她当副经理 有什么了不起 我觉得她就是想报复你 只要你跟她分手 她心有不甘 想不想不报 马铭鱼 马铭鱼 太太混蛋了吧 共抱私仇 杜切尔的心吗 不行 我找她去 非得问个清楚 马铭鱼 你凭什么把我裁了呀 你算什么呀 陆总 没问题 一切都包到我身上 好嘞 那先这样 坐吧 有什么事 咱俩坐着呢 七大伤身 马铭鱼 马铭鱼 你别在我面前跟我打哈哈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想要报复我 财源是总公司的局 跟我没有关系 你别胡说了 你就是故意的 对对对 我就是为了故意报复你 你不是已经找了一个 有钱的男朋友了吗 还上什么班啊 让他养着你不就完了吗 你混蛋你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也没想到 你是个拜金女 我们两个人谈了三年的恋爱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刚才人家还在问我 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我怎么回答呀 我每天把你的照片 放在桌上贴在车里 你是我唯一的动力 我从一个小职员混到精力 我容易吗 每天赚钱我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买个房子 让你在北京有个家 让你妈能瞧得起我 你可倒好 现在拍拍屁股走人了 跟别的男人跑了 你闭嘴吧 你还有脸说呢 你还谈感情 三年了 我们连一场电影都没看过 连一顿饭都没在外面吃过 你想把钱全部收下来 我生病的时候你在哪里 这要都叫不回来 你每天脑子里只想一件事 那就是赚钱赚钱 你需要的不是我 是在我妈面前 在所有人面前 一个男人的自尊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 好啊 那我把你刚才所有说的这一切 全部写掉 自尊我不要了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 可以吗 可以吗 这就是你的态度 马明 我承认你是个很优秀的男人 可我们真的不合适在哪里 可我们真的不合适在哪里 我真的很关心 好 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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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要说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中午我跟阿姨一起吃饭 她跟她闹着吧 这种事情还能开玩笑啊 真是丑丫头的 她不就这样吗 有的时候老是小安脾气 我们确实少了家 回头我和我呢就好了 您放心吧 我们赶紧身子的 好啊 好啊 我放心了啊 跟你说晚上过来吃饭 阿姨给你包饺子 听见吗 好了 关了 哎 你每天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 那就是赚钱赚钱 你需要的不是我 是在我妈面前 在所有人面前 一个男人的自尊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知道吗 我爱你 你就是何必 没错 你要找的那个何必 应该就是我妈 你怎么知道我号码呢 是不是燕西告诉你 何氏集团老板的儿子 想要到你的电话 没那么难吧 你叫我出来 有何贵干呢 我叫马铭女 你不会没听说吧 知道燕西的男朋友 她的上司 前者已是过去时 后者现在还在信心 我说的没错吗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在外面花 花在别人身上 可以不能花在我头上 燕西是我女朋友 我们马上就结婚了 见过互相的父母 不可能把她从我手上抢走 马经理 你稍微冷静一点 请注意一下 跟别人说话时的礼节 我呢 一向是很有风度很友好的 还有啊 燕西 她可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爱情要双方自愿才能幸福 抢鸟的瓜可填不了啊 马经理 我对你可是很了解 现在 你对我说话用这种态度 实在是很没风度 燕西有权选择自己的幸福 是不是 是什么事啊 你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 这样的家里有几个臭钱 就在外面花天酒地 垃圾 有主再说一遍 谁是垃圾 你小子想找死 咋呀 使劲着打 我先看就拍下来 把个燕西她知道 什么样的男人 算你狠 今天 看在燕西的份上 我饶了你 你找我 对 我找你 我希望你离开何必 因为你根本配不上她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就凭你的实力和家庭 你玩得起吗 我从来不相信灰姑娘的故事 能幸福到底 童话而已 你信不信 要是何必的母亲知道你们的事 一定会阻拦你们的 除非你没有自尊心才能顶住压力 我跟何必在不在一起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那好 我倒要看看 你不能互在一起 来 素素 走上 知道你马上要到 我给你点了你最爱喝的茶 雯一新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挽回不了什么了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约你来吗 有样东西想让你看一看 提醒你一下 咱俩的离婚证 五年前我们就已经离婚了 结婚三天你就背叛我 咱俩甚至连婚礼都没举行吧 想必你已经忘了 可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只是入围 你是怎么做的呢 天天给我打电话暴扰我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我不是忘不了你吗 我天天晚上都能忘了 再说 什么叫背叛 这就是个误会 素素 你能不能把你现在住室告诉我 误会也罢 真实情况也罢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吧 顾文心 你别逼我了行吗 这些年我为了夺你 我搬了多少次家了 你还非要逼我离开北京 误会吧 不是这个意思 我能不希望你好吗 就算你不告诉我你住 你在哪儿工作我总知道 是不是 是什么事啊 你希望我好就好 我也希望你能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只能是路 希望你能管好你自己这张嘴巴 别跟任何人说我是你的前妻 不然的话我会比现在更讨厌你 最好记住 阿姨 回来了 林雨 辛苦辛苦啊 你看我公司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跟你一块回来了 你看我这饺子 包的够不够 你们还有机器呢 行行行 好好好 我最爱吃明雨条的馅儿了 行啊你 终于跑到我们家来了 还跟我妈串通一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阿姨喜欢我呀 你说吹了我说没吹 她当然相信我了 马明雨 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离开公司了 我们以后可以不用见面了 马明雨 不能我不用走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会解决所有问题 你逗我玩呢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好不好 我特别感谢你 还没有告诉阿姨何必的事情 这说明你对她也没有把握 我们俩还有信 谢谢 谢谢 你真的是想太多了 不是这样的人吗 我现在就告诉她一句 千万别去 阿姨今天本来挺高兴的 忙了一天 你非要让她连顿饭都吃不下去啊 这可不是一个女儿人应该做的啊 明雨啊 咱下饺子了 来了 我真是服了你了 练琪 以前忙 我没在意 但以后我回家备补偿你的 你想想除了在这一点上 我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洗手吃饭啊 天哪 爸爸 你找我 坐 坐 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约这儿了吗 就因为你妈对你太宠了 你已经被宠坏了 我没干什么呀 自己好好看看 你小子花钱也太厉害了 你小子花钱也太厉害了 一个月花去几万 这钱怎么花上 我告诉你 你妈由着你的性子 我可不能 子不脚 父之过明白吗 实在不行 你赶紧结婚 把露露给娶了 这对你也许更好 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她结婚呢 我凭什么一定要跟她结婚 爸爸 就算你命令我跟她结婚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话吗 这不好 你想干嘛 去 爸爸坐 你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说 偏偏要把儿子叫到这儿来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背着我呀 我就知道 一定是你把你妈叫来的 对吗 对的 儿子就应该跟妈妈亲 怎么了 儿子 别理你爸爸 他的脑袋被枪打过了 就知道在外边大吵大闹 当他的大王 别生气啊 你好了吗 你儿子已经被你宠成什么样了 宠成了什么样 他也是我的好儿子 我们的儿子一表人才 人见人爱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爸 妈 行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别人还以为是我 破坏了家庭的和睦 爸爸 您不喜欢我 这点我一直都很清楚 你不是说我没本事 一直在家啃老吗 你说得对 我一直都在啃食你们 但是 我说我想出去闯一闯 你们谁让我去 成天就知道说外面机会少 赚不了几个钱 还说我能力不如别人 说实话 在爸爸的公司里面工作 我真的是厌无透了 不管什么事情 都有爸爸罩着 我真的是受够了 大家表面对我恭恭敬敬 背后怎么说你们知不知道 你不就是一个公子哥吗 不过就是运气好而已 我们既然得罪不起 大不了就躲得远一点 我呢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请问你们 我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你不是想体现吗 我们俩就放你出去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能把你自己养活吗 你瞎掰去吧你娘 这个 你别忘了啊 这个儿子 是我们俩人之间 唯一的一个孩子 我求求你们放我吧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真的快被你们俩给逼疯了 站住 把你身上所有的银行卡 给我交住 这样行了吗 全部都在这里 我先走了 太过分了 他是不是你的儿子 不必 让你来 纯淑 撑 我是个老糊涂 咯 杨希 姐 我去吃饭啊 曼明宇 我真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好啊 你说吧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你真的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啊 发自你心地爱你 我刚才还在跟阿姨商量呢 我想 把我们俩买房那个钱 拿出来先把这个房子的房贷交了 这样不是能给你们减少一些压力吗 曼明宇 你到底想干吗 你太有心机了吧 我现在就告诉他 不是商量一下吗 干吗弄得这么鸡飞狗跳的 我有什么心结啊 你就这么想我 我不想跟你扯不清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可我还爱着你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是因为你不甘心吧 本该属于你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 你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对吗 我当然没想过 我觉得你一直都是我 而且是一个比你有钱的男人 就更加不甘心了 心里憋着一口气 你需要的依然不是 而是你的自尊不是吗 如果一个男人 没有自尊的还是呢 我真的爱你 你更爱你自己吧 如果你真的爱我 就应该放开 希望我过得好才对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虚人啊 多假啊 我没有那么大度 爱是自私的 我好你才能好 我们是一家人 行了 别闹了 吃饭就好了 哎呦喂少爷 还能想起我呢 你这天天的抱着你的小燕西 我都不好意思打扫你 喂你少跟我下车单啊 见面有事跟你说 怎么了 你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 多多 何少 行啊终于想起我来了 真高兴你们能约我 大小姐 我们当然得约你了 是不是 我们不约谁得约你 你可是我们的救世主啊 需要我做什么 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做 死都可以 听听 这决心 死都可以 找媳妇就得找这样 马明你真是太能算计了 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他真那么做了 真把钱回给你妈了 我发现我妈好像和他商量好了 他还说要搬到我们家住 说什么他租的房到期了 没钱租了 更何况我妈还催着我们俩领证呢 真的 是吗 看来 他是玩了命了要把你抢回去 看得出来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本来想告诉我妈的 可我一想 他又是知道了肯定要大发脾气的 他又那么喜欢马明语 这事又做得那么慷慨 他分明就是想挑战极限 挑战何必嘛 其实如果我是何必 那我就直接冲到你们家去 让他滚 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 这才是大气 这才是一个款严应该做的事情 你得了吧你 你是不是火上骄傲了你 我告诉你 何必要是来了 我妈肯定会毫不客气的 把她给轰出去 真的 我太了解她了 为什么 因为我妈注重的是人 是心 钱与幸福指数是没有关系的 她经常这么说 那怎么办呀 现在就干瞪着眼 任由这件事情就这么发展了 还能怎么办呢 都这么晚了 总不能闹得鸡犬不宁吧 就算要说也是明天的事了 烦死了 行了 今天晚上住你那儿 跟你一起 行行行 好了好了不喝了 你不要管我 好了别喝了 我今天就是喝个痛快 行了你让他喝 喝 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你 自找苦事了 走回家回家回家 走 我都说了我坚决不会回家的 我只要一回家 我爸爸他肯定瞧不起我 出来之前呢 我跟他们放下大话 我要自立自强 不混出个名堂 我坚决不会回去的 我绝对不会妥协回家去的 不 钱呢 以前大手大脚乱花钱 完全没感觉 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现在 我包里现在 就只有二十块钱了 二十块钱 连这九钱我都付不起 说到你不就是为了男人的这份破罪呀吗 我绝对不会向任何人借一分钱 更不会回家 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这 白鲁 你就先借给我五十万 就五十万 你就帮帮我这个倒霉的哥哥吧 我说你这跟谁置气呢 我给你爸爸 我知道你别管我 白鲁 你到底借不借给我啊 我说过我一定要成功 让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 都对我 另眼相看 会要成功吗 让我老爸看看 让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知道我何必是谁 我何必成功 完全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是一条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行 没问题 你终于可以想到我了 我是很想帮你 这个世界就是人帮人的 从来没听说过有 赤手哭嘴打天下 你说这样行不行 我可以把钱借给你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要答应我 条件 你说有什么条件 说出来听听 你要是还不上的话 你就娶我 我睡沙发就行了 那不行 那那睡时间长了 都腰不睡舌了吗 真的没事 你看 挺不舒服的 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啊 茗玉 你跟燕西没结婚呢 我不好让你们同房的 是不是 不管你们平时什么样 你现在在阿姨眼皮子底下 阿姨不是看着别扭吗 阿姨啊 太古板了 你理解啊 咱们都是规矩人 你跟燕西没打争之前 我不好让你们同房的 好 我稍睡去了啊 马经理 叫你声名语吧 燕西在我这儿 她晚上不回去了 你又何必呢 大丈夫顶天立地 好合好赛 你也一样会幸福的 一定会的